知名主持人點評超戰二度維權,喜聞樂見,我們滿懷信心。 近日,網上有消息透露,超戰維權有了新的進展, 這也算是超戰二度維權了,二度並不是第二次,而是有一次, 這也是超戰的合理之舉,我們當然會支持。 值得一提的是,知名主持人承傑斯老師也對超戰二度維權一事進行了點評, 直言喜聞樂見,我們大家都滿懷信心。 知名主持人承傑斯老師表示,喜聞樂見,滿懷信心。 簡簡單單的八個字已經表達出自己的態度了, 一方面這是我們大家希望看見的結果,就應該讓某些人受到懲罰, 另一方面我們對超戰充滿信心。 事實上自從超戰成名後,網上就出現了一批人, 專門給超戰製造麻煩。通過各種手段,我們見怪不怪了, 最簡單的處理方法就是維權。 二到維權,我們樂意看到,很客觀來講,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為自己的言行負責, 這是我們做人起碼的素養之一。 再退一步講,超戰和很多人並沒有任何瓜葛,為什麼要以身是法。 我們心中有很多疑問,但是有些人就是不願意去理性思考,去分析事情做得值不值, 最終的結果不然而遇。 正如知名主持人成傑斯老師所評價的那樣, 喜聞樂見,我們滿懷信心,這就是我們的態度。 如果接下來還有類似的事件,我們依然是這樣的態度,結果也不會發生改變。 祝福超戰,不管發生什麼事情,我們會相信超戰,也會理性支持超戰,為超戰加油,順順利利。 滿懷信心,超戰勇敢前行。